第一點,其實對我們來講,我現在思考的是 其實重點不是幾戶,重點是容積率 因為那個戶可以騙人,你一戶可以住五個人,你也可以住一個人 所以我跟你講,本來這個,我也在思考,我們現在容積率是350 那將來比較正確的方法是這樣,就是說蓋這個罪,罪只要貿易罪 讓旁邊的房子,也可以督更,就是說你要督更的時候,他可以搬進來這裡面住 如果你旁邊開始督更的時候,如果沒有地方可以住,那你督更會相當困難 所以本來的目的要說,我蓋這個目的是說,讓旁邊的,將來這個容積率 你們現在算起來是337.5,因為從住山225,3乘1.5,有到337.5 所以目標就是說,如果這個真的開始蓋的時候,我的目標是說,旁邊的人開始要去準備 那這個蓋好的話,誰先講好,誰又先進來,這是我的邏輯 所以並沒有說,這個存在的目的,不是說為了這個,純粹才可以蓋這個共同住宅 這個最主要的目的是在下面這一個,就是說,利用這個當作大家的終極住宅,這才是最大的目的 所以剛才在講,我們現在是300,所以有在講說,這個要住幾戶 坦白講,我覺得重點不是住幾戶,重點是住幾個人 所以另外一個是,這個容積率350,有可能在翻篇的時候還會下降 我真的還有可能會下降 但是這樣啦,這個如果降下來的時候,我想你們旁邊的人應該不會容積率比這個高 應該會是一樣,所以有時候,你也要想一下你的利益 假設我是350,我會讓你旁邊的人容積率比我還高,不可能,這會很公平原則 所以也許啦,我這個會,你說到時候環評啦,假如環評的時候,我們這個說,啊這個這個站 住太多人了,啊降下來,也許真的降下來 可是如果降下來的時候,到時候你們旁邊的人恐怕也會降下來 因為沒有理由說,我350,你死吧,那會有事,不保留 所以我如果降下來,可能你們會降下來 另外,我想法是這樣啦 這個只要一開工,你知道齁,確定要蓋了,你知道齁 旁邊的人就要開始去思考,你們是要找人開始準備都更嗎 誰先講好,齁,這蓋好他就搬進來住,啊你就開始蓋起來了 你蓋好這個再搬出去,再搬回去,目的是這樣 所以我這個主要的目的還是在做中低住宅 不是說這個,這個將來,我蓋好以後就馬上讓外面的人進來住 一開始我沒有這個想法 所以再講一遍,將來這個蓋好最主要的目的還是讓你旁邊做都更的時候的中低住宅 這是第一優先,利用這個來讓旁邊可以度更 然後我的容積力多少,大概那就是你的上限 就這樣 安調五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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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市長 市長要請市長回答福德平宅的問題,市長還沒有回答 市長還沒有回答 這個這樣齁齁,我先指定齁,現在羅科長還是做那個叫對火單位 因為有時候市長還是來一次嘛,有什麼問題就 你們那個有沒有什麼電話號碼,E-mail給他們 會後我的電話號碼會中部在外面 我跟你講齁,我也跟你講齁,我們速度會很快 等到明年二月齁,確定那個專探結果出來以後齁 我們大概會再來說明一次 然後就開始動手了 那這個開始動手的時候齁,我告訴你,那走很快耶 所以你就是齁,我們就留一個窗口給你 你有任何問題,一直隨時進來 這樣我們英文叫update,這樣推進 因為這動手快一點,所以一直都要 我會指定一個單一窗口,收集大家的意見 你有任何問題就這樣 因為不可能說我三顆也來跟你,問題是問題 所以隨時有問題,隨時找他 他就隨時收集題目 那到時候一開始開動的時候,就是每個禮拜會有那個工程會議 每個禮拜的問題就拿出來討論,拿出來討論 市長,你很有意思耶 我們已經四五個人提出問題,問題就在這裡 你要叫我們去提這個問題 不是啊,我是說將來的問題 市長,你沒有回到這個問題耶 市長,你還沒有回答 那一棟齁 我們為什麼還要全部統一一個mail 那一棟我是很想猜的 不過我要先確定我不會被 不會被 不會被人家大家白布一條 我們就在講國語耶,你要講台語也可以啊 我們就是要拆掉啊 你對我們林口一月八十將不公平啊 那一塊幹什麼 你要去選舉嗎 文資鑑定委員會鑑定過的專業意見 高材的白子 市長為什麼不尊重呢 我們都說得很清楚了啊 那為什麼市長不尊重文資鑑定 這個議題我一定會把林充分的文字再做 還要討論什麼呢 還要討論什麼呢 你說,你是真的民主嗎 那你叫我們來發表意見 要叫我們說去跟客人 去跟客人 你這樣吃飽會舉假講嗎 那林口二度就好了啊 你吃滿吃飽是這樣講答案就好 便當我已經吃完了 沒有 你這樣吃好餐的啊 沒有,我跟你講齁 那個菜齁齁 我以為想一個問題 你們這裡 這裡 這裡會來拉白布條多溫喔 都不曉得 沒有 沒有 我說他是去南港才快手開進去而已嗎 都不曉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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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練就看啊 市長要依法 那是不是公共空間 請問專業的建築師局長 看那裡可不可以有建築物 請問局長可不可以 公共空間可不可以有建築物 兩百八十九條 這位大姐 剛才您舉的我都聽得懂 然後呢 也有很多朋友講那個 99.9999那個陳述 我們也都聽得懂 但是今天為什麼這個樣子 有一動 原因是 我們認為 還有人想要討論 還有人想要討論 我自己本人也是這樣子 但我自己本人的意見 其實我知道 但我不會講 如果要拆 明天一早就可以拆了 但是 但是 真的還有不在這個會議室的人 所以我個人覺得他 到最後嘛 建築法八十一條的安全 可以引用那條 以及您說的沒有錯 文資審議已經清楚的 沒有指定這個建築物是古籍 也沒有指定建築物是歷史建築物 他可不可以猜 他可以猜 但是 真的有很多的意見 包括網路的意見 我都還看到一張照片 要開 要開始動作之前的一個星期 至少有三十個人 穿著白衣服 在這邊辦了一個很大的送別會 對我來講 這都是民主的過程之一 那個不是送別會 那個不是送別會 大姐 我聽到了你的話 可是 我自己對於這件事情 我認為各位應該會如願 但是 我們讓這個過程再走一段 不是 各位大姐 我今天要講的事情 就比如說我現在回應 剛才那個張先生的議題 您說 過去 以前的市長 來了四次提了一些事情 然後呢 你說我們現在花了上億的經費 我們花的經費是零 我們沒有委外 都是府裡面的同事 帶了這些來是什麼 是帶著誠意來 讓各位提出不喜歡的 喜歡的不必講 我們也知道他有他正面的地方 不喜歡的事情 我們會聽 我們會再來 就像羅科長 他真的是隨時找得到的人 所以整個過程是這樣的 所以我建議是這樣 各位 太清楚了 99.99999的意見 太清楚了 我們都聽到了 文資的決定 我們也都知道了 但是我建議今天這個議題 先到此為止 因為我們聽到了 今天 不是來 喊 高興的 今天是來聽 我們聽到的 我建議這個議題是這樣的 而且我覺得您會如願 但是這個事情有過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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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府府的局長 假如那個沒有保留的話 你就少了70戶 設府的用來用 那個大哥 我知道 我們都知道 你們剛剛也說得很清楚了 好 接下來我們那個 林清智